现在广州各大商场都是这样的吗 今天在荣畅报这边 整个商场都没几个人 现在经济都这么萧条了 到无锡现在有多少人失业吗 有的人年纪轻轻 刚毕业两年 就已经失业一年多了 一个群里面八个人 有六个人待业 还有一个同事 昨天还在上班呢 今天就不见了 无心送外卖的越来越多了 昨天还在写字笼里办公 今天就在外卖平台里面相遇了 上个月还在厂里打螺丝呢 转头就成了社会的这个边缴料 还有的这个是夫妻呢 贷款买车买房 现在就双双失业 无锡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可能谁也不知道啊 你我们要做的就是稳住现在的工作 你振多振少总比不振的好 你说对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深圳中产今年面临史无前例的就业难题 有人降薪50%年终奖 也直接被砍掉 有人失业躲在星巴克假装上班 快一年了 有人才十月份就提前返乡过年 有人开餐馆收获了一地鸡毛和一身负债 最新曝光深圳一公司 就给员工放了足足十个月长假 变相裁员 互联网大厂也不例外 我的女同学凯里 今年已经有三次被告知要被优化掉 不过在上周 她连夜离开深圳 到上海的新东家任职 从明星大厂自降身份到平民小厂 主打的就是反向跳槽保平安 今年未婚未育 35岁持拼事业的她万分庆幸 说这年头能安稳过度已经谢天谢地了 互联网进入存料时代 房地产更是前路坎坷 这一年 总部原来在深圳的恒大一夜暗淡 曾把万科暗在地上摩擦的资本野蛮人姚振华 被员工追打 最近龙华一楼盘甚至出现史无前例的0.5成首付 剩下的2.5成首付由开发商送你了 房地产的萧条 波及到产业链的每一个人 一个深圳大学毕业 做建筑设计的朋友 降薪一半 却要承担两个人的工作 每天深夜11点半准时下班 每个月还完不及的老破小房贷1万8 身上分文不上 本科毕业的全职太太 无奈只能跑到东门首饰店做收货员 一周上6天班 一个月赚5000补贴小孩家用 下班回来只能叹息抱怨老公不争气 原以为2023年一片光明 迎来的却是中产集体反贫的元年 这时就有财经专家跳出来 一般正经安慰新中产 这是因为行业受到新技术冲击 造成了结构性就业错位 电商冲击了实体电 智能机器冲击了传统工厂 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员工事业 什么听不懂 好专家说还有一个因素 周期性因素 疫情后 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的现金流 都出现了困难 疫情期间的余气 让大量创业者瞬间成为老赖 银行不断抽贷 让原本苦苦经营的业务雪上加霜 各个互联网巨头的网贷项目 纷纷坟墓登场 不断搜刮着每一个困难前行的 新中厂新穷人 进一步把他们推向了 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这一切毫无疑问 只能怪全球经济周期进入低谷 千万不要上头all in 去开餐馆去炒股 否则大概率连底库都要亏掉 最后把全家都卷入痛苦的漩涡 昨天还加班到11点 今天就告诉我要被裁员了 这个大年底的裁员 我真的很不理解 咱们就说有点无语 而且跟我说的是 Last Day就只只还有一周 就非常的快 就根本没有时间 而且我说能不能争取到一个月 他说够呛 就是真的这一点 做的真的很不是那个 知道吧 裁员的原因是人力要缩减 但是我们组 前一阵酷酷着人招了一堆正港 然后现在把外包踩掉 没办法 咱们就说继续找工作吧 好好珍惜在百度的最后几天 你说失落吧是有一点的 因为确实挺突然的 但也确实就是有预感 因为可能某些事到来的时候 就是有感觉的 最后完成现在目前做的项目 要把它完善好 咱们就是好去好散 我老公被裁员了 我鸟车也难免 我老公在一家知名外企上班 中六还心智薄薄的加班去了 结果周一到公司就收到要裁员的消息 他们部门需要裁员五位 要求当天签完就可以离职回家了 老公下班回来给我说这个事 当时我能体会到他的失落与无赖 毕竟我全职在家一拖二已经三年了 两套房的房贷一个月得九千多 确实让我们一家人措手不及 我们北漂十二年了 丰哥做的是基线设计工作 因为现在的经济不仅限 没想到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裁员 就这么侧手不及 前段时间我同学被裁员都三个月了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说现在裁员不是给我们当头一棒吗 如何面对父母 面对孩子 今年北漂真的是太难了 大环境不好 钱难赚 现在十块钱的快餐都挺多人吃的 来 来了一份十块钱的烧鸭饭 太长了 我怕放不下去 萝卜干 很划算的 这个快餐说实话就挣点房租水电人工 你说赚很多利润没有 大环境不好 钱又难挣 开店的人又多 大逼的人更多 市场是要捧了吗 现在都已经感觉不是生意好不好的问题了 是根本就见不到人呢 问谁谁生意不好 问谁谁生意不好 那怎么的都在那吃老底子的 我看这过年如果再不给这些实体经济者回归雪 这过完年了 我感觉死一半都是烧缩的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的阴影愈加浓厚 本年度多达20余家知名连锁百货遭遇倒闭潮 据悉 广州地标性购物中心天河城百货的东普分店已宣布 将在年底12月31日停止营业 据12月13日日江日报旗下的媒体潮新闻报道 百货商场的关闭潮2023年仍在持续 一批有着悠久历史的百货商场纷纷消失 广州天河城百货东普店开业已满12年 近日发布通告 确定将在12月31日结束营业 同样 杭州的结版新元华百货 在服务了15年后 逾于12月1日正式关闭大门 北京知名的当代商城中关春店 也计划在本月墨碧店 此外 包括重庆新世纪百货立川商都 天津一世丹南京路店 武汉新世界百货五商店 上海之地广场商煞 新世界百货烟胶胶店 以及深圳国贸天宏商场等一系列老牌商场 今年也都相继宣布关闭 太平洋百货一正式宣告撤出上海市场 根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 今年以来 也有超过20家百货商场宣布停业 这些店铺的关闭多重多样 包括租约到期 经营困境 策略调整等因素 在此之前 北京、深圳、苏州、福州等地区的大型连锁超市 也频频传出关闭的消息 美国经济学家表示 这些大型商业实体在经历了持续亏损之后 硬撑过疫情 但在难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下 最终只得选择关闭大门 中国的出口产业目前面临内部竞争家具的困境 大量主导出口产品在最近一年里纷纷降价销售 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不振 企业被迫以低价将积压的库存推向国际市场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周四12月12日发布的初步贸易数据 11月份用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同比微增0.5% 打破了连续7个月的增长停滞 特别是对美国这一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 自2022年7月份以来 首次体现出上升的势头 详细来看 尽管出口总额略有上升 但增长幅度并不显著 降价销售商品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 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日经亚洲的分析 据于初步贸易数据 能够计算出单价的17种主要商品中 有超过71%的商品单价同比呈现下降趋势 这个比例自2022年秋季以来持续攀升 并自2023年5月起稳定在70%至80%的较高水平 以东亚地区为例 内亚板卷 含运费的交易价格至3月份的最高点已经下降了14% 泰国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 从1月至9月 中国钢铁产品的进口总量达到349万吨 同比增长了23% 泰国的大型钢铁制造商Milk & Steel公司表明 受到中国钢铁产品大量涌入的影响 泰国本土的生产能力在未来可能会受到压制 中国对外销售汽车的市场占比攀升 部分归因于其降价销售策略 11月份 中国汽车的出口量年比增长达到28% 但其平均销售价格却下降了10% 据日经报道 以后物流业内人士的观点 随着电动车需求的上升 中国市场上滞销的燃油汽车成为了出口的主力 以低价出售至中东和非洲市场 另外 中国在全球出钢产出中占比达50% 在汽车制造方面已超过30% 这种低价出口的行为可能对全球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低价销售的趋势也影响到下游行业 特别是家用电器的价格下降幅度达到10% 12月份起 中国国内的家具及家电销量持续走低 甚至为了快速清理库存 中国制造的香包和鞋类产品也在降价 降幅达到20% 经济观察报一篇总结性报道指出 中国经济内卷现象最为严重的五大行业 包括医疗器械 集成电路 农业化工 化学品以及钢铁产业 该报告分析认为 行业内卷的原因涵盖了多方面 包括疫情后遗症 国际竞争压力 创新进程的减缓 以及由于下游需求不正导致上游行业不动加剧等因素 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整体上 正面临内外需求的持续疲软 市场呈现出的整体驱落态势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